这个平时种田瓜呢 它的缓苗期呢是在七天左右 如果采用无土栽培去种田瓜 它这个缓苗期一般是在多长时间呢 我们这个棚呢是用的是 那个无土栽培的方法种田瓜 今天是第三天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缓苗是啥情况 这个是前天定值的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你看我们浇这个定值水啊 浇的比较多 通过这个种植袋下面这个排水孔都渗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苗整个长势 没有出现那种刚栽完苗啊 高温季节以后呢出现稳年的症状 并且这个苗长势非常好 我们再去看它的生长点啊 新叶长得怎么样 通过这个你会发现 它明显的这个生长点的新叶啊 已经开始生长了 证明呢它这个缓苗期呢很短很短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根系 同样我们还是选择这一棵苗 我们把这个牛粪扒一下 哦你看小白根 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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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栽用的时候这个机制 它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透气性好的情况下 那么你栽完以后 虽然说通过浇这个定制水以后呢 可能会把一部分氧气啊 空气排出来了 但是呢随后啊 随着水往外溢出以后呢 这个空气呢 又进入到这个机制里面去 啊保证这个根系呢 它正常的一个有氧呼吸啊 根系正常有氧呼吸以后呢 那么它们的根的新生代谢啊 根的生长啊 啊就会呈现一个 这个正常的状况 这样的情况下 就缩短了它这个化妙期啊 所以说呢无土栽培 相对来说比土壤栽培啊 这个缩短啊 这个它这个采收期啊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优势吧